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老师翻红了 吕老师的新东方在港股上涨了108% 在美股上涨了180%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14号 那已经吃完晚饭了 这会儿趁着还有点晚霞 在去游泳之前跟各位再说两句 今天想说的话题是老兵不死不是在凌零 我们知道这是西点军校的一首笑歌 非常著名 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两位老兵 一个1972年一个1962年 他们并没有凌零 我们前两天在频道里提到中国的互联网 有一点点出问题 那些网络主播威亚凉了 李佳琪又被停更了 只剩半个主播 这个话题讲完 我们转眼又看到一条新闻 说锤子科技的罗永浩 罗胖 就是我所说的那半个主播 他公开发表声明说 他会退出直播圈 退出互联网的各种平台 包括他个人的一些互联网账户 都转成他企业的账户 之后他会聚焦于实业 做一些跟实业有关的事情 那好像互联网 就没有了那半个直播 那接下来的618怎么办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他的老东家余敏洪余老师 整整比罗老师大了10岁的余老师 罗老师是1972年 而余老师是1962年出生的人 余老师翻红了 余老师的新东方在港股上涨了108% 在美股上涨了180%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中国取消很多补课 特别是英语专业 好像已经把体育课当成主课 而取代了英语课 这个很搞笑 我们今天不去评论 余老师手下去年亏了很多很多很多钱 当然也股价跌了很多 但是最近余老师的股票又翻红了 因为余老师在他的直播页重新挣起 我们说东方甄选完成逆袭 从零到涨粉100万只花了半年时间 而粉丝从100万到200万更是只用了不到三天 因为除了学英语外界更关心的是余老师麾下的老师们 双语带火火爆全网 很多人说去余老师那边看东方甄选 不仅是买东西还可以学英语 而且很厉害 同一个玉米他们两位不同的老师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卖法 所以等于免费上了两堂不一样的英语课 著名的那个方块脸 董宇宏老师和悠悠老师 他们都卖玉米但是卖法不一样 董老师给的三个特质是 纯粹简单的配料表 省时让人精力充沛 悠悠老师给的是方便高纤维和有玉米香 然后老师们还会延展 所以上午卖玉米的老师讲的是 莎士比亚的种夏业之梦 下午卖玉米的老师讲人类简史 又是最近大红的一本书 所以其实我们想讲老兵不死 不只是在凋零 不管是罗永浩从欠债很多 大概好多个亿 然后坚持去做互联网的推广 做直播带货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然后他真的好像把钱还清了 真的是蛮厉害的 还是余敏洪老师 一次次的摔倒 一次次的坚持 一次次的走出困境 回想当年老鱼讲应该做事向山 做人向水 而自嘲做事做人 连做爱都向山的老罗 在新东方度过了五年教书的时光后 愤然离去 极具高度理想主义气质的老罗 最反感新东方的地方就是 这根本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 分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商业机构 本来也挺正常的 但是一个商业机构 却要披着理想的外衣 就让人接受不了 老罗一直快人快语 但掩盖不了的事实 曾经的新东方精神 确实激励了无数的学生和老师 有缘相距于此的新东方人 必然共享过同样的精神 老罗自身也是不例外 新加坡的很多网友 可能不太知道老罗或者是老鱼 但是如果您有心 不妨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去搜一下 我们频道的很多观众都是人到中年 甚至于年纪比我还稍微再大一些 那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就想 哎呀差不多了我已经老了我就这样可以了 希望下一代好一点年轻人去努力吧 但我们看老罗已经50岁了 但他还在想重新创业 还在想做新的高科技的一个实业公司 老鱼早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然后他的搭档都已经去做投资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老鱼也已经到了人生的高度有自己的电影 但是碰到了这么一个坎坷的时候 老鱼依然是咬牙坚挺 60岁的老鱼在过去的8天里面 股票涨了100%多 不管在美股还是港股 至少从赤裸裸的财富数字上来说 老鱼在反弹 那我们讲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反弹力 跟我们前两天节目讲 大学刚刚毕业的人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即便这样 不管50岁的老罗还是60岁的老鱼 不管离开了互联网直播带货这个平台 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重新进入这个互联网直播带货平台 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 套用前老在围城里说的 有的人进来了想出去 有的人在外面又想进来 不管他们在这个直播带货平台的里面 还是外面 我想他们都是很了不起 然后我们有一位也是在新加坡的网络UP组 他前两天有一支影片说 他绝不会带货绝不会怎么样 OK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估计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频道也不会去做带货啊 或者那些营销推广的事情 更多只是讲一些人到中年的感触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 也许哪一天我们也像过去的老罗 或者是今天的老鱼一样 开启了我们的直播带货 那也请镜头前的各位好朋友多多包涵 事实上人到中年带货的不只是这两位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华文大V叫景林独报 现在叫老杨天天独 杨景林也是凤凰网当年的台柱子 那现在景林的很多节目 我还是经常在看 他每天也在介绍他的一款茶叶 还说谢谢各位的多多包涵理解和支持 但是言辞无比的诚恳 我相信老杨的节目做得非常好 有需要茶叶的人 顺便也会跟老杨去拿一点 那这就是人到中年的生活 我们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生活的压力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情怀 我们讲情怀不排除我们肩负责任 肩负压力 日子总是要一天一天的过下去的 那无论是老鱼 还是老罗 还是老杨 都祝福他们越来越好 祝福镜头前所有的观众 也如这三位老兵一样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面对祈福依然坚定 依然坚韧 那这里是兴起之道 我们致力于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我们在新加坡 与您分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谢谢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